1,2,3 今年我们来到这里还有创新 除了怀旧之外 还可以给大家有一个新的环境 和新的设施给大家一起享受 《黎苑》这个名字 相信年轻的朋友未必知下 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回忆起 小孩子的时候那种欢乐和温馨 很多时候要求父母 很长时间还要考试成绩好 作为一个奖励就可以去《黎苑》 去年的活动是深受市民和游客的欢迎 入场人钱有120万之多 现在移私到这里的亚洲国际博览馆 轮近国际机场 还可以吸引游客来参观 英文有句话 说Work hard and play hard 我自己的翻译就是工作起劲 玩得起劲 香港人日常的生活十分紧张 十分忙碌 所以特区政府是想方设法 为大家提供一些康乐的设施 和康乐的活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关注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